我看一下這個題喔 他說一個袋子當中 三個紅球 五個白球 連續三次由袋子當中取出一球 來 連續三次由袋子當中取出一球 所以一球一球慢慢取 沒錯 只問你 所取出當中有兩紅球之機率有多少 欸 他就說有兩紅球 他有沒有指定這兩紅球是第一次第二次要紅球 還是指定第二次第三次要紅球 有沒有說 沒有 所以說這裡可以怎麼辦 你直接用組合來算行不行 因為題目有指定 這兩顆球是在哪兩顆有沒有說 沒有 換句話說我只要這三次當中 隨便有兩次是紅色就好了 這樣你要講這意思吧 所以說老師建議大家這裡直接怎麼算 直接用C來算 這樣行不行 怎麼說 全部幾顆球 八顆球 不錯 我說我是三次當中 各取一顆球 總而言之總共取了幾顆球 三顆球 我直接從這八顆當中挑 三顆 塑膠了 那我要什麼 我要這三顆要怎樣 其中有兩個什麼色 紅色 也就是二紅一白 塑膠了 至於是要紅紅白 還是紅白紅 還是白紅紅 有沒有差 沒差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直接用C來算 所以全部幾顆球 三顆球挑 兩顆 對啦齁 再搭配五個白球當中挑幾顆 一顆 行不行 所以三顆紅球當中挑兩顆 搭配五顆白球挑一顆 把它撐起來 多少 56 所以 56分之 15 撕出來了 可不可以 把這邊看一下 以上 以上 我們會見到 我以為你以為你會